说起马柔和王宝强的离婚案,虽然之前已经开庭审礼过了,但却一直都没有最终的结果,但是王宝坚依旧不能见到自己的一双儿女,毕竟两个小孩都跟着妈妈马柔生活。 然而,网友爆料马柔带着两个小孩子,出现在北京的某个著名外语培训机构中,并给两个小孩都选到了英语培训课程,网上还曝光了两个小孩在英语培训机构上课的照片,这让网友不免抚响连篇,难道传言中马柔即将带着全家移民的消息是真的? 啊,但如果马柔带着一双儿女,真的完成了海外一年,那么王宝强想再见到自己的一双儿女,可不是南善加南。 然而,马柔在自己以前的微博账号金兔子耳朵飞进之后,在先浪微博中重新开了一个名为马柔工艺工作室的微博号,顶着工艺人的头衔。 被不少网友质疑,是为了启白自己,然而马柔却好似全不在意,依旧我心我素,因为有微博账号的关系,有不少网友在微博上提问马柔。 其中有一个网友问道,你现在后悔不?还和宋哲在一起吗? 马柔说,网上的各种传言很另类,你没有发现吗? 关于有些传言,我只想说,现在是法律社会,那一句法律社会,就是针对宋哲这事,以私是自己并没有犯法等等。 还是说这一句话仅仅是针对网上对于马柔,想要谋害王宝强的言论提出的法律社,会向谁也不敢居然犯法的回应呢? 不过,虽然马柔最后的重点在于自己只想做公益上,但为啥在和王宝强在一起的时候不做,非要到现在才开始姗姗来迟呢? 另外,马柔这个工作室的微博上面,没有任何做公益的内容,反而晒了不少钻戒鲜花的图片,不少网友猜测,是不是宋哲在想其求婚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